好几名刑警来到屏东这栋透天错逮捕一名男子 因为他是跨国诈骗集团在台湾分部的主嫌 他们利用脸书假广告诱骗被害人下载 还有木马程式的APP 进一步取得网银账密 把他们账户里的钱全部转光光 嫌犯会看当时流行什么来客制化设计广告 像是新加坡知名的榴莲月饼 也被仿冒吸引被害人购买 但被害人购买前还得先下载APP 甚至得用自己的网银账密登入 当然也有被害人起疑不愿意下载 这时贾客服就会自称是正规公司 要民众尽管去查并强调现在买一送一大清仓 甚至还会直接改叫被害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但其实这也是假的 一旦被害人被说服下载有读APP 等于你的手机已经被植入木马程式 嫌犯不但可以随时监视 还能随心所欲操控 操控的时候因为被害人的手机整个变黑色的 然后也断讯 就是什么简讯通话通通会被断掉 所以被害人都完全不知道钱被转斗了 光是一年来就有1899人受骗 诈骗金额高达7亿8千万 而被害人都是新加坡及华人 新加坡警方一开始接获报案 查询被害人的网络银行有异常登入行形 破解IP位置后发现其中有些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 赶紧通报两国警方 其中蔡姓和谢姓主贤坦承 他们还先到马来西亚和上游李姓主贤拜师学习 再回台湾开设机房 被害人想都没想到只是买东西 一夕之间全部存款都没了 东森新闻马上改参与山的台北采访我到 插飛 建ấu consolidation 商